就在全国人民都沉寂在2017跨年的兴奋时刻 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的收视争夺战 也是早早就拉开了序幕 虽然今年就连央视爸爸都涉足跨年演唱会 在黄金时间段抢下了不凡的收视 可今天小编要来说一场被评为 最有诚意的跨年演唱会 2018环球跨年冰雪盛典 由北京卫视举办的这场 2018环球跨年冰雪盛典 要说最有诚意 光是在零下19度的户外搭设舞台开唱 就足够看出了诚意所在 而所有被邀请到的嘉宾 更是深刻的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温度 首先登场的是奇形大哥 嫩绿色清新的打扮 让观众看到了一批不一样的北方的狼 之后朴树包裹岩石 崔剑鼻头冻红 袁雅维更是貂皮傍身 为了抵御寒冷 每个人都想尽了不同的办法 最给人惊喜的应该算是斗镜铜了 一身军大衣 头戴雷锋帽 给人的第一感觉更像是光头墙来了 虽然穿着保暖 可是脸部却被冻得呲牙裂嘴 有种快要被冻哭的感觉 除了台上的嘉宾 台下的观众 也是顶着严寒一个个热情高涨的互动 这或许成为了舞台上表演嘉宾唯一的动力 虽然这回北京卫视收视并没有冲进前三 可是这样的敬业的演员和观众 确实看得让大家感动 感谢观看